第四季节目 主题是万有全是我们的 我们是属基督的 亲爱的您是否知道万有全是我们的 这一次考察与默想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这几节经文非常震撼我的心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万有竟然全是我们的 哥林多前书三章21到23节 所以无论谁都不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 或世界或生或死 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神的 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万有全是我们的 真的吗 是的 神的话这样说 我就这样的相信 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哥林多教会有贫穷的灵吗 因为他们非常自卑抬不起头来吗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没有 所以保罗鼓励他们万有全是你们的吗 不 恰巧相反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自高自大 纷争结党的教会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个处理的 就是他们的纷争结党的问题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 都是在讲解同一个问题 当时候的犹太人普遍会把自己 跪入某某拉比的门下 而当时候的希腊人则是把自己归入某某哲学家的门下 他们以此为荣 以此夸口 如此的思维和结党同样潜入了教会 所以保罗画了很长的篇幅来纠正他们纷争结党的问题 第一章强调 一切在乎神 不在乎人 所以人没有什么好自夸 也不需要纷争结党 人被选招是因神的旨意 人得饶恩赐是因神的恩典 人听信福音是因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 我们的服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等候的是耶稣基督的显现 我们期盼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毫无责备 我们传扬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一切都在乎神 从头到末了都在把我们的目光对焦与神 第二章强调 服侍是按照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教人的信只在乎神的大能 不在乎人的智慧 所以人没有什么好自夸 也不需要纷争结党 世界所夸口的是希腊文化和哲学思想 所看中的辩论和口才 他们认为基督的福音是余左 但我们所传讲的真智慧 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当参透万世的圣灵向我们开启 我们就得以明白神的奥秘 第三章这里强调 服侍的果效全在于神 是神所赐的恩赐和能力 是神教信徒成长 是神的田地 是神的房屋 是神的殿 我们只是与神同工的仆人 所以没有什么好自夸 也不需要纷争结党 不但如此 万有全属于教会 因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 这是普世教会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 第四章还是在处理同一个问题 我们就留到明天再来详细查考 今天从上下文来看 你是否会纳闷 保罗为什么对一个自高自大 纷争结党的教会说 万有权是你们的 他们已经那么骄傲自大了 还告诉他们万有权是他们的 岂不是让他们更骄傲 更有优越感吗 其实当我越默想此真理 我的心就越发的谦卑在神的面前 没有剩下任何夸口的余地 因为关键不在于我靠自己赚取了什么 关键在于我们是属基督的 我们得以与基督一同成为承受万有的 全在乎神 全是恩典 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 这里描述的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 不只是哥林多教会某某党派的信徒而已 所以对于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基督里万有权是我们的 当我们看见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原来那么丰盛 原来万有都是属于我们所有信徒的 我们就不会想要彼此比较 不会想要彼此尊敬 更不想要纷争结党 而且这会让我们更想要合一 因为我们一起在基督里一无所缺 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这样的祷告 约翰福音17章22节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也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耶稣把自己的荣耀赐给教会 教会在神的荣耀和丰盛里面 就可以合而为一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缺 我们也不需要比较 我们也不需要增进 亲爱的 我们需要看见万有权是我们的 我们是属基督的 这样我们就不再纷争结党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查考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一段落三章一到四节 分争结党是属肉体 是按照世人的样子 第一节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保罗责备他们是属肉体的 与上一章属灵人的描述 形成极大的对比 上一章保罗说 神借着圣灵将眼未曾见 耳未曾听 心未曾想那神奥秘的事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并且我们领受之后 就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 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 神圣灵的事 但属血气的人 不能领会也不能明白 反倒以为余佐 这里保罗就指责他们不属灵 反而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 实际上 他们真是婴孩 信族的年岁不长 但他们却以为自己力大无穷 觉得自己有各种恩赐 就很厉害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 问题在于他们的属灵胃口 第二节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保罗对他们真理的教导 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面 再深一点 他们就无法消化 不能明白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过去听不进去 现在还是无法理解 因为他们没有成长 只喝灵奶不吃干粮 不愿意下功夫考察圣经 只是挑选和自己胃口 容易消化的经文 不好听或不容易懂的经文 就撇在一边 这样的人生命就不可能成长 更不可能改变 他们的属灵胃口 局限了保罗对他们的教导 也局限了他们自己生命的成长 从他们的言行举止就看得出来 第三节 你们人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他们虽然是蒙恩得救的信徒 但他们行出来的与世人没有区别 第四节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属肉体和属灵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 而且这两者之间彼此相抵 属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属肉体的与神为仇 不服律法也不能服 不能得神的喜悦 而且放纵情语 包括仇恨 增尽恨 恼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这岂不就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写照吗 一个人属灵与否不在乎自己有多少的属灵恩赐 乃在乎活出来的属灵生命 就算有属灵恩赐 但倘若仍然有嫉妒纷争 则就是属肉体 是邻里长不大的婴孩 若可慕长大 就一定要吃属灵的干粮 第二大段三章五到十七节 全是神的 首先五到九节 神的主权 有四方面 第一 神的仆人 神的恩赐 第五节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执事 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中文翻译为执事其实就是仆人 仆人所做的就是等候主人给他执事 他不按照自己的想法 那是单单执行主人的吩咐 耶稣经常这样教导 你们中间谁伟大 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指的就是仆人 第二六到七节 神叫他生长 保罗说他栽种了 因为是他开拓并建立的格林多教会 亚波罗浇惯了 只在保罗之后 亚波罗来到他们当中 继续传讲神的真理教导他们 俩人所做的并没有彼此的冲突 而且带下生命改变和成长的 不是保罗也不是亚波罗 唯有神叫他生长 这样看来 第七节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教官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阿们 这里重复了两次 是神叫他们生长 所以重点赞乎神 亲爱的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神 只定进在人的努力和摆上 当人把焦点放错了地方 就会导致纷争结党 第三 神的奖赏 第八节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只出于一 R1 虽然服饰的细节和内容不太一样 但我们都是一起的 是合一的 虽然神可以始无变 有所有就有命力就力 但神选择使用我们与他同工 所以神的仆人很重要 神也看重他们的摆上 并且神必亲自报答奖赏他们 保罗继续说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照我们所做的来到神的面前 从神那里得着自己的奖赏 其中包括我们服饰的奖赏 如同仆人从主人得酬劳一样 第四 神的同工 神的田地 神的房屋 第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无论是保罗 无论是亚波罗 或是今天的牧师 圣经老师 区掌 组掌 等等 虽然做不一样的服饰 但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 想象团队里 如果有一位超级达人 什么都会 我们一定会觉得自己沾光了 实际上 我们的服饰就是如此 我们是神的collaborers 我们与神一起同工 可以说我们占便宜了 因为神什么都会 而且他也非常乐意分配工作给我们 教导我们如何去执行 加添我们能力 帮助我们去完成 我们与神同工做什么呢 建造圣徒 保罗说你们是神所跟踪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原文是说你们是神的田地 神的房屋 田地和房屋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跟踪和建造的工人 我们栽种和浇灌 但是教会成长的是神 我们有份参与在其中 但生长与否是在乎神 不是我们 不要以为教会不成长全是我们的问题 也不要以为教会成长就全是我们的功劳 重点在于所建造的信徒是属于神的 因为是神的田地 神的房屋 而我们只是神身边的小帮手而已 接下来我们看10到17节 人的建造 这一章保罗使用两个他们非常熟悉的比喻 上半段是田地的比喻 田地需要工人来撒种和浇灌 下半段是房屋的比喻 同样房屋需要工人立根基 也需要工人在根基上建造 身为神的建造工人 我们分工合作 同心建造 使用精火试验仍然能够存留的 金银宝石为建造的材料 第10节 我知道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As a wise master builder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再次强调 按照神的恩典 保罗立了格林多教会的根基 按照神的恩典 亚伯罗和其他人继续服侍教导并建造他们 根基已经立好了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再立别的根基 立根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 接下来就是在上面建造的工程了 根基只有一个 但在上面建造的材料有很多种类 所以保罗说 指示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特别指建造教会的牧者和教师们 针对当时候潜入格林多教会的假使徒和假教师 待人信耶稣之后 我们要继续的在他们的生命里往上建造 用什么建造 怎样建造 我们绝对不可马虎 第十二到十三节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 草木和结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这里描述了两种工程 而这两种工程的区别 从建造的过程到产品的品质都非常的不一样 第一金银宝石的工程 需要花时间付代价 建好的房屋又坚固又牢靠 第二草木和结的工程 不需要花时间 不需要付代价 风平浪静的时候还是挺不错的 一旦风吹雨打 恐怕就转眼成空 亲爱的 您是否愿意花时间付代价 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 建造圣徒的生命 还是得过且过 轻轻松松用草木和结一下就完工了 金银宝石的建造就是指神存正的真理 按照神的旨意 神的大能 神的圣灵 神的方式来建造 就算经过火焰般的试炼 也不会烧毁 无论是日常的困难和挑战 或是末世的大灾难 信徒的生命若是按照从神而来的真材实料建造的 就必站立得稳 十四节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我想保罗的服饰就是金银宝石的服饰 无论是对哥林多教会的牧养 或是其他的教会 他都是尽心解力 而且面对每个教会的问题 他都毫无退缩地指明他们问题的所在 把纯正的道理向他们讲解 这是需要付代价和花时间的 无论再困难 就算是当他们排挤保罗的时候 保罗仍然不放弃他们 这就是金银宝石的服饰 反过来 草木和街到处都有 不需要特别去寻找或付代价购买 随便路边就一堆了 这样的建造只掺杂不存的教导以及方式 混杂了世界的潮流和习俗 世界的观念和系统 或是为银和人私欲和喜好而妥协的真理 又或是停留在吃奶阶段的教导 导致教会维持在长不大的阶段 不能吃干粮 以上所形容的这些教导 其实很受欢迎 也非常的普遍 但带出来的人容易随波逐流 在日常的困难中 风一吹就倒塌 火一烧就毁灭 在将来末世的大灾难中 更是无法站立 第十五节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灵魂是得救的 仍然能进入永生 因为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但是所做的工会了 就不会有从神来的奖赏 第十六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我们所建造的是神的殿 绝对不能马虎 神非常在意 所以十七节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神要我们建造神的殿 但有人竟然猜毁神的殿 指人诱惑神的百姓 偏离正道 这样的人 难道神会置之不理吗 亲爱的 不要容许他人随意地牵引我们离开了主 不要让他人在我们中间 散播谣言或批评论断 不要因别人的油嘴滑舌 导致我们纷争结党 这些是在猜毁我们 不是在建造我们 亲爱的 神非常在乎你我 因为我们是他所居住 所建造的圣殿 第三段落十八到二十三节 全是教会的 回到今天的主题 万物全是我们的 我们是属基督的 十八节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 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 愚拙 好成为有智慧的 其实很多人活在自欺里 保罗劝勉说 不要被希腊哲学 所推崇的世俗智慧 蒙蔽了我们 他们讲究口才和辩论 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在其中自欺欺人 宁可成为世界 看为余拙的 也要得着从神而来的真智慧 十九节 因着世界的智慧 再神看似余拙 如今上纪是说 主教有智慧的 中了自己的诡计 自以为的聪明 却绊倒了自己 二十节 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意思就是空了 什么都没有 什么也不是 即使如此 为何还要浪费我们的生命来追求世界的智慧呢 暴罗说 二十一节 所以无论谁都不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权是你们的 暴罗也如此对罗马教会说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太大了 万有权是我们的 这万有还包括了什么呢 二十二节 或保罗 或亚伯罗 或基法 或世界 或生或死 或现今的事 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真的全是我们的吗 怎么可能 亲爱的 你知道为什么万有权是我们的吗 因为二十三节说 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神的 因为我们的身份改变了 我们属于基督 所以才得以进入这一切的丰盛里 或保罗 或亚伯罗 或基法 这所有神的仆人 甚至包括整个世界 都是神赐给教会 来与神同工 一起建造教会的器皿 全是教会的 哈利路亚 神可以选招人 并赐下恩赐 神可以使万物互相效率 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也就是所有的人事物 包括所有发生的事情 每一次的改朝换代 以及每个国家的局势 和世代的趋势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都互相效率 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Amen 记不记得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就把管理世界的权柄给了人 所以就连世界也是属于我们的 供给我们日常所需 好让我们享受这受造物 并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 保罗还说 包括人无法掌控的生与死 包括就在眼前现今的事 以及我们无法预测将来的事 全是我们的 全是教会的 哈利路亚 所以为什么还要拿人来夸口呢 为什么还要说 我是属保罗的 你是属亚波罗的呢 岂不知万有权是我们的吗 要夸口 就当指着主夸口 单单归荣耀给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 而耶稣基督是属天父的 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就连我们也归于他 Amen 向我们来回应祷告 第一 求神帮助我们明白 万有权是我们的 我们是属基督的 主啊 感谢你 使我们得以在你爱子 耶稣基督里 同为儿女 同为后世 并同得基业 因为我们属基督 所以万有权是我们的 帮助我们明白此真理 好让我们越发的谦卑 越发的彼此合一 不比较也不纷争结党 帮助我们归荣耀给你 因为一切从你而来 也归于你 哦 主啊 帮助我们能够吃干粮 好让我们成长 能够成为属灵人 第二 求主帮助我们 同心合一的建造教会 用金银宝石在这根基上建造 主要帮助我们西雅图灵梁堂 全会众 同心协力 愿意付代价 愿意花时间 来一起建造你的教会 教会是属于你的田地 是属于你的房屋 是属于你的店 全是属于你的 而我们是你的仆人 也是你的同工 我们要为你的教会摆上最好的 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 好让我们所建造的 就算经过活的试验 仍然得以存留 主啊 我们每个人将来 必照着我们所做的 从你得着奖赏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忠心良善的仆人 讨你的喜悦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